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84集 鬼宅 那宅子闹鬼 老经济低声说道 他也跟着坐了下来 身子微微前倾 大概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那座宅子原本是一位富户的 某天夜里啊 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女人的哭声 特别瘆人 府中下人提着灯楼出来查看 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女人坐在井边 眼面而泣 下人问的是谁 他也不答 只是在那里哭 下人原以为是府中哪位女眷受了委屈 跑到院子里来发戏 于是提着灯楼就照了过去 谁知道 说到此处 老经济声以语发低沉 撞腔作势 好像亲眼见证了恐怖的事情发生 后来呢 楚彩薇握紧了小拳头 大眼睛扑闪 又紧张又期待的模样 许其爱想起了前世那些 一边害怕一边又要看恐怖片的女人 她明明是个七品风水师 这时候 老经济声音飘忽 神色灰暗可怕 女人抬起了脸 五官血肉模糊 眼珠子挂在脸上 呈现两个黑洞 里面一条条蛆虫爬来爬去 她的嘴是黑紫色的 乌黑的鲜血从嘴里一出 许其安看见楚彩薇白皙的脖颈 凸起一层鸡皮疙瘩 脚趋微微打了个寒蝉 老经济很满意楚彩薇的反应 颇有成就感的笑呵呵 第一位富户搬出去后啊 之后两三个买劲都遇到了同样时间 还有更邪门的呢 从此啊 就像是倒了血霉似的 接二连三的出问题 不是家中有人倒霉受伤 就是生意一落千丈 家底越来越薄 不得不从宅子里搬出去 这还是个有良心的鸭子啊 许其安问道 那有报官吗 报了呀 怎么没报啊 但因为没有闹出人命 官府来过几次后 就不管了 倒是前几个富户有请过大师 起初确实安稳了一段时间 可没多久便死灰复燃 女鬼深夜凄苦 弄得全府上下人心惶惶 没运也没变好 该倒霉还是倒霉 许其安敲了敲桌面 很有意思的宅子 我们打算先看他 老经纪非常意外 心说 这俩年轻夫妇 怕不是傻子 年轻气盛 不知天高地厚 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 会被例外对待 老经纪脸上 依旧笑容谦卑 行 这就带二位去看看 咱们慢慢挑 宅子有的是 宅子距离教方寺只有三里 宅子的东侧是一条弯延的河 西侧是花园 距离主街有数十米不远不近 白日里既没有喧闹的嘈杂声 也不至于出门逛街走太远 闹钟取静是个好地方 老经纪打开挂在宅门的锁 吃力的推开厚重的大门 一边拍手上的灰尘 一边做出请的姿势 老爷夫人 这边请 老爷夫人是非常恭敬的称呼 就像正规场合里被尊称 先生太太 公子小姐 则对应帅哥美女 嗯 许其安点头 领着除彩微进去 四处打量 院子透着一股子的萧条破败 灰色落了一地 立柱和墙壁尤其斑驳 如果夏天来的话 兴许还能见到满院的杂草 花园里透着一股土星味 老经纪领着他们在前院 前厅逛着 许其安颇为满意 不管是格局建筑 都比二叔家的宅子要长亮大气 但老经纪死活不愿意 带着他们去那院 搓着手 就看到这里吧 里头不能进 会结 我还嫌你碍事呢 许其安摆了摆手 你到外面等着 稍后我们会出来 我带着我夫人去看看 现在是上午 阳光高照 老经纪心里踏实一些 叮嘱道 早点出来啊 楚彩为后知后觉的 看着许其安醋眉 谁是你夫人呀 这么胡说 迟早的事情嘛 你这人奇怪得很 有了积蓄 不应该是买田地吗 怎么还买起宅子了 等你体会到被房价支配的恐惧 你也会和我一样的 许其安边说边警惕地审视周围 我知道除了盗门外 各体系修行者死后 元神会停留在世间许久 具体根据元神的强弱判定 这宅子是不是有强者死后的元神残留 许其安不疾不虚地摸出玉石小镜 亲口背面 抽出了黑金长刀 迎着楚彩为瞪大的美眸 他笑着说道 这是我的宝贝 也是我的秘密 别外传啊 回头请你吃美食 哦 楚彩为只是惊奇地打量了几眼 便不在意 毕竟他的鹿皮腰包 同样是收纳物品的法器 一个破镜子换一顿美味 太划算了 楚彩为纵身跃上屋脊 漂亮的杏眼 递荡起青光 像是钢铁侠的双眼 他仔细地扫视着这座宅子 在屋脊上腾跃变换位置 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最后青光眼落在内院的井口 他看见了一缕缕 轻微的黑气溢散 就是这里 楚彩为心里一喜 偏然落定 拉着许青安到井口 这里有怨气 能养鬼魅的怨气 许青安心里一惊 露出戒备之色 拉拽着楚彩为远离 没事 对美女摇了摇头 厌气很微弱 想来里头的怨魂鬼魅 神力不强 我一个人便能搞定 说着 他伸手摸向陆皮小袋 从里面取出一件件物品 有黑狗血 朱砂 金子 以及许青安 认不出的七行怪状之物 然后 他以井口为中心 握着一根枯枝 在地面斜斜画画 隐约是一个八卦阵 画好八卦阵 他把那些象征着 治阳治刚的物品 摆在特定方位 阵法嘛 许青安在旁看得 金节有味 不是 这是风水阵 严格来说 不是阵法 为井口为中心 摆下这个纯阳风水阵 八卦图覆盖的地方 风水就变了 变得治刚治阳 恰好克制井中院起 相当于简陋版的阵法 风水是阵法师的前身 或者说基础 许青安对 斯天剑的术士体系的了解 又加深了一步 一盏茶的功夫后 楚采薇 睁开青光眼 满意的点头 嗯 没了 许青安笑了起来 谢谢采薇姑娘 两人一起回收材料 楚采薇拍了拍 陆皮腰包 很是鞠躬自傲 先陪你再去看看其他院子的风水 然后 嗯 晚上我要去跪月楼 啊 许青安满口答应 两人并肩往外走 几步后 楚采薇忽然顿住 疑了一声 他回头看去 瞳孔递荡起了青光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